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午 也就是7号 那么这个时候呢 其实距离这个事情开始 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 那么我到达现场这个中梦长村 是在7号的晚上的傍晚 那么其实今天跟大家 我可以直说 我到现场了之后呢 我的第一个感觉是震撼 因为我之前说实话 没有参与过 类似这种救援行动的一个报道工作 我到了现场之后 我的第一感觉是 这分明是一个工地 不像一个救援的现场 就是说跟我们脑子里 惯有的印象很不一样 那么当时现场 除了进行救援的消防的队员也好 民警也好 咱们蓝天救援队的 救援队员也好 还有这些卡车的挖掘机的驾驶员 然后有几位是在旁边轮班在休息 那么我跟其中一位呢 就攀谈了起来 我就问 我说您是开着挖掘机专程来救这个孩子的吗 他说对 我自己来的 听说这儿困了一个孩子 我当时觉得 这个大哥人非常好 我说那大哥您是见义勇为了 他说是 我说那您真是非常了不起 他说咱不能见死不救 是吧 见义勇为 那都来了 我一听他这个意思 好像还有跟他一样的 我接连问了三次 包括你说你知道这个消息之后 就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你们一共在现场坚守了多长时间 包括其他媒体的朋友们 我的直播应该是最早开始发起 那么是在周一七号的晚上傍晚七点左右 那么这个直播呢 就后来随着救援行动一直进行 那么是一直没有中断过 我们也感谢有你们为我们坚守在第一线 给我们带来最新的报道 而向你们表示真挚的谢意 谢谢 谢谢 谢谢朋友和我们的分享 来 休息一下 谢谢您 我其实我坐在这 我特别想问一件事 能不能给我一个卖风 我问一下 您平时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在通信公司做人力资源管理 您是一位HR 对 通信公司HR 您我知道了 羊汤馆老板对吧 对 生意好吗 还可以吧 HR 杨汤馆老板 您平时做什么工作 我是手机店老板 您是个卖手机的 对 对吧 对 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大姐 我是清远三中的一名老师 您是一位中学老师 对中学老师 您是做什么工作 您好 我是一位商场的营业员 商场的营业员 是 您是做什么工作 我是卖水的 您是个卖水的 对吧 纯净水 卖纯净水的 然后接下来这位 我在清远人民银行工作 银行职员 对 我就不忘下问了 我问一下 这107个小时 肯定到最后咱们有遗憾 但是您几位认为值吗 值 值 值 我为什么要挨个问过来 HR 羊汤店老板 卖手机的老板 中学老师 商场营业员 纯净水的营业员 这些是中国人 普普通通的中国人 对 跟我们是一样的 普普通通的中国人 107个小时 值吗 值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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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